哇 不行了不行了 腹上这么大 我都走饿了 要不 小姐我去给你找点吃的吧 我们去厨房 好啊好啊 小姐这边请 小姐这边请 小姐 哇 清香啊 这儿呢能流出去 小姐 谢谢啊 先过去 小心 如今在幕府 我终于有美好过新年的感觉了 小姐元宵节既瞧灯 街上才叫热闹呢 元宵京城有花灯吗 嗯 那我可以出府去看吗 花灯自然是有的 每年啊 四大家族都会比谁家的花灯 新银好看 幕府也会见花楼挂花灯 少爷年年陪夫人关灯 小姐今年一定也能去 也就是说 元宵 我就能跟他大哥出府了 嗯 好多天没见大哥 他最近在干嘛 临近年关 少爷是茅 但大年三世总能看到的 这快大年三十了呢 小心啊 小姐好厉害啊 二小姐 莫伯 好有兴致啊 这是 夫人哪 她心疼你这么多年在外面受苦 特意交代厨房 每天给你炖些汤补补身体 是不 我就给你端来了 快趁热喝了吧 好 干娘对我真好 谢谢小姐 好汤 太汤了 汁汤太汤了 我刚出了一身汗 不能喝那么汤的东西 要不然喝什么吐什么 汁汤就浪费了 好 就是当乞丐的时候 落下的小毛病 那时候啊 天天吃不饱 把五脏六腹都给饿坏了 要不这样吧 汁汤我保证喝完 好 这样 秀春来 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我已经和江南诸府谈妥的合作 这次 我们帮诸府在官库招标会上 夺得官银流通权 他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莫府 清言 你找机会混进莫府 解决了花步器和莫若飞 莫若飞一死 莫府就没了主心骨 这样 他们在这次招标会上 定会方寸大乱 如果花步器也死了 七王爷就会怪罪莫府 到时候 莫府也就不用我们对付了 这样看来只要杀了花步器 就能搅乱朱府和莫府 何必要去帮朱府 正观银流通权 还要费尽心机混进莫府 去杀莫若飞呢 我也想 杀了这个丫头了事 可是主上已经开始怀疑我们 对花步器下了杀手 现在不宜轻举妄动 最好找机会借刀杀人 诺 师父 清延一定会完成任务 不会像姐姐一样在天门关外 放跑的他们 师父 刺杀他们一直是我的任务 还是让我去吧 这次我保证一定会完成任务 不用了 我另有事情安排你去做 耀灵庄越来越不听话了 表面上臣服于我们 背地里却跟莫府做着勾结 清延 你去耀灵山庄 把林家的人都给我杀了 接管耀灵山庄之后 直接回京城 花灯节上 我另有事情安排你去做 花灯节需要我做些什么呢 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 我自会告诉你 清延 你可别再让我失望了 师父放心 清延 这次保证不会让师父失望 你们下去吧 诺 听闻你要和朱府合作啊 朱府不是一直要还债给你吗 朱八爷如果拿到了官银流通权 你就可以逼他挪用官银来还债 只要他一挪用官银 明月山庄就会发起几对潮 到时候 你不仅仅可以拿到钱 还能顺势搅乱了狗皇帝的经济 乱上一阵子 可谓一举多得 不愧是商业奇才啊 得你相助 有如得了千军万马 有你这句话 我就算是死也甘心了 只要能帮到你就好 你真的是在帮我吗 我要你找薛妃的女儿 你为何要杀她 是谁说我要杀她了 天门关外难道不是用手下埋的伏击吗 这只是一个巧合 清吾要刺杀的本来是莫若妃 谁知薛妃的女儿也在 就是因为要顾忌到她 清吾的刺杀才会失败 你放心 我已经派清吾去莫府 把薛妃的女儿带出来 不用 这件事情我自会处理 你处理好关于刘东泉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要参加北野王的寿宴 主上 北野王年年入侵中原 乃是狗皇帝的死对头 他的野心路人皆知 你和这样有野心的人合作 会不会太危险了 只要是有用的人 我都会让他为我所用 小姐 该洗漱了 他忘记磕了 要是被干娘知道 非说我不磕 不可以浪费了 算了吧 小姐 这汤都凉了 还放了一夜 不能再喝了 这样吧 我把他倒了 反正莫博夫知道 老夫人也不会知道的 等等 修春啊 我突然想是 叮记了枣泥核桃糕 要不你去帮我买 这汤我来处理 好 我去帮小姐买 嗯 传噴 还有什么好吃的吗 有 这是刚出炉的山药糕 这不一样吧 这一颗 还有这个 行了行了 你去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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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瑟 在吗 在呢 莫伯 好 这个是新来的 你就安排她在厨房干活吧 好嘞 先带她们去换衣服吧 好嘞 来 跟我走吧 那这个我问你啊 小姐的汤多好了吗 多好了 多好了 来 好了 交给我吧 来 等等 这给你 来 等等 这给你 来 来 墨伯在我汤里放什么 难道下毒 不 不对 墨洛飞在天门关拼了命地救我 七王爷把我放在莫府 我的生死 关系到莫府的命中 没道理要害我呀 难道 她已经被那些黑衣人买通了 不行不行 小命要紧 必须查清楚 墨伯 小姐 今天又是什么汤啊 今天啊 是剑莲红草堂 好喝得很哪 怎么了 气喘吁吁的 我刚嫌得无聊 踢了踢剑子 剑子掉池里去了 待会再见 那不会 要待会儿再喝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现在口渴呢 现在喝 今天不烫了 墨伯 待会儿我喝完之后 让秀春把晚送回厨房就行了 这点小事啊 不用麻烦您了 这样啊 也好 让您慢慢喝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莫伯再见 你好 你好 好甜啊 莫伯刚才到底在汤里下了什么啊 连一个大哥让我安心待在莫府 可这里看起来也是危机重重啊 看来元宵花灯节那天 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在想什么呢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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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怎么会来啊 你不是在盲灯会的事吗 秀春跟我说 你每天都在念叨我回来 要我元宵花灯节带你出去玩 现在我回来了 你不高兴啊 高兴 当然高兴了 那我们进去吧 我给你看些好东西 走走走走 都拿进来 大 大哥 这是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 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全部 我带你看啊 这个是丝绣房的衣服 还有这些 是金玉楼专门为你定制的首饰 还有装饰品 还有胭脂 这 这 这么多 我用的完吗 而且这些胭脂 怎么那么多个颜色啊 因为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嘛 所以我把所有的都买了 你都可以试一试 所有都买了 对啊 可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啊 都红色的 这些怎么可能一样呢 这是深红 粉红 桃红 烟红 大红 还有杜鹃红 这每个颜色都不一样的 我给你试一下啊 你看看这个 再试试这一个 再试试这一个 这每一个颜色 是不是都不一样 你看看 这些东西呢 你都得试 试多了你就知道了 还有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都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的香味 还真不一样呢 对啊 哇 真讲究 小时候 我都是跟你把打交道 这些胭脂水粉 我反而没有大哥了解 这些东西拿过去给小姐试一下 我们过去试试 对了 大哥 我进莫福以来 莫福一直很照顾我 快过年了 我想买个东西送他 因你对他的了解 你觉得我送他什么比较好 这你可问到我了 莫福平时吃穿用度都在府上 也不出去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要送他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 那他是从小就在莫福吗 不是 他是娘从飞云堡 驾到莫福时带来的贴身护卫 平时最忠心于娘 有的时候啊 我要使唤擦 还得通过娘呢 小姐 定期的核桃糕 少爷 太好了 大哥 吃一块吧 我不吃 不去 你觉得这几个哪一个好啊 我觉得都挺好的 看看 我让她们肯定是否 红瑟 我现在想点净 这是怎么做的 喜百姓的 我现在跟她做的 我不听到她 要想找她 这件事情 想想看她 有点 没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 我娘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你 可以等七王爷来了问他呀 对了 布希 我刚回来 还没有跟我娘起关呢 我得去她那一趟 就让秀春陪你慢慢挑 好不好 好啊 那我就先走了 好 秀春 照顾好小姐 少爷慢走 你先走了 大哥刚刚关心我的表情 不像是演出来的 他是真的关心我 可是我要怎么把 莫伯的事告诉他呢 他会相信我吗 难道 是干娘想杀我 一山 娘 您这几日过得怎么样啊 府中大事都有你和莫伯单着 娘只是每日在房中 吃斋念佛 挺清闲 过得挺好的 那您和不弃相处得怎么样 她性自跳脱 不受束缚 我将每日的成败也免了 已经有好几日 没见着她了 娘 不弃在府中既是一个机会 也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希望娘能帮助孩儿 好好地利用这一次机会 让莫府 飞黄腾达 直上云霄 放心吧 娘知道 好 擦干净点 小心点 小姐 少春 我找你问句事啊 你认识老爷吗 不认识 我进府的时候 老爷已经不在了 那你听别人说过吗 小姐 我只跟你说 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放心 我嘴啊 罪淫了 听说啊 老爷是被气死的 被气死的 听说啊 老爷想要纳一个小妾 但夫人不许 后来那女儿死了 老爷就整天看着画像独物撕人 还为她建了林波阁 夫人实在气不过啊 就把画像撕了 老爷就这样活活被气死了 那 那个女人是谁啊 是谁我就不知道了 但肯定姓薛 府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不能招出信邪的家人 行了 行了 知道了 你忙去吧 诺 糟了 看来墨伯 在唐里嫁得真是毒药 原来我是干娘情敌的女儿啊 墨老爷 你也真厉害 敢跟七王爷抢羽人 就不怕七王爷把墨伏给抄了吗 大小姐 您找我 甘露 你以为 你和墨若飞那些勾当 明月山庄会不知道吗 明月山庄 谢我杀日 你杀了我 也休想得到 妖灵庄 我自然会收服妖灵庄 爹 爹 爹 快走 爹 爹 快走 爹 爹 月山州的人抓住就全完了 快 想跑 爹 给我杀了他们 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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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两个人我别有用处 你们都下去吧 诺 诺 晓月 晓月 你们下活 你们下活 只要 只要你不杀我们 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当初是你们把花补器交给了莫岳飞 现如今花补器 被七王爷交给了莫府 正是你们二人替我做内影的最好时机 我让你们且着莫府帮我看的花补器 不许任何人伤害她 等到实际成熟 我会派人把你们截出来 好 我愿意 我愿意晓月 帮你看着她 她一直不说话 难道不愿意吗 小妹 小妹 她愿意的 你愿意的 小妹 每隔三个月 我会派人给你送解药过来 不要试图解开 以你们的能力还解不开此药 等事成之后 我会把解药送给你们 明白吗 明白 来 圣女终于被我找到了 如果我在那儿找到另一半地图 我就可以记住碧螺天 我就可以得到碧螺天的宝藏了 主上 要不要我现在去莫府 把圣女带回鬼谷 不急 现在把她带回鬼谷 我 我怕她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 会拼死马卡 如今不管她是在王府 还是在莫府 都会很安全 等我找到另一半地图 再把她带回来 诺 怎么了 殿下 寒夜的急报 要凌庄庄主突然暴毙 死因非常蹊跷 而且凌玉泉和凌丹沙 已经不见踪迹 暴毙 对 凌庄主的死会不会和花不齐有关系 小六 一派寒夜去查一下凌庄主的手下 嗯 凌庄主突然暴毙 一千二千里 我思想看俩 卦 大帝 不是 把她放在莫府 我心里总是不安 得想想办法 把她接回王府才是 得想办法 诺 既然父王那么想那个私生女 不如直接去莫府吃年夜饭怎么样 现在过去 说不定还能赶得上 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 父亲 我还以为你这个父亲 眼里就只有私生女 没有我这个儿子 你 玉儿 王爷逢劫私亲 属于人之常情 你别瞎想了 本来是来陪父王吃年夜饭的 现在看来不必了 这个团圆饭我也吃不下 还不如去外面图个清静 好的 昀儿 你站住 除夕之夜 不跟大家一起吃饭 你要去哪 王爷 玉儿 二小姐 二小姐 我们衣服都换好了 他们正在布置烟花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每年都是沐若飞 在点烟花请财神 你们把暗器 放在他们的财神烟花里 今晚 一定要杀了沐若飞 诺 好 菜齐了 动筷子吧 是 娘 再试差不多 二十五 ax 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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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最喜欢吃肉的吗 娘平时吃素的 就算府里过年过节 也不会做魂菜 这是你第一次在府上过年 这些魂菜都是给你做的呀 以前是没见过那么多山珍海味 进府这些天每天吃的 都吃腻了 今天我也吃素 不过我还是很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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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第一次在府中过年 觉得还习惯吗 习惯 以前每年过年 就是我跟九叔最开心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啊 不管我们去哪户人家 都能讨到好几块肉 那可是平常吃不到的 那像现在都吃腻了 不过我还是很开心的 开心就好了 在来金城的路上我就说过了 以后山珍海味 多的是你想吃什么 我就给你买的是吗 不过你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东西呢 都得细嚼慢咽 慢慢吃 这鸡腿能看不能吃 还不如看不见呢 你们两个今天都吃素 不知道这鸡腿有没有下毒 不见啊 就别再想以前乞讨的事情了 今天是财神送财 待会儿啊 你去顶个烟花 今天的财神啊 你来做啊 做财神 干娘可怕不气说糊涂了 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来来来把漆子搬过来 好 注意安全啊 注意安全 里边注意安全 太好了 太好了 来来来 告诉你们啊 这边摆几棵 这边摆几棵 还有这边 这边也摆过来 你们摆这边 注意安全啊 来来来 小心点啊 对 来 高一点 行行行行行 好 再往上 好 高一点 再高一点 怎么才来啊 来 赶紧到 往上过 来 接他们 来 给 对 家长 用点力 慢一点啊 好了 一善 今年你和不记守岁 娘雨些累了 想回一旁歇息了 好 娘 该娘早点休息 嗯 娘您慢点啊 嗯 不记 别装了 装什么 娘已经走了 你不用担心她看见你 大快朵移的不雅形象 你apan fixed 秦队 我娘在 我都不敢吃这些肉 我只敢吃那些素菜 我不敢 我不敢吃肉 来 不去吃 九叔吃 九叔不饿 给你吃 九叔吃 打点口 不见 不见 嗯 怎么了 是不是又想以前了 没关系 以后有大哥陪你 吃完了 咱们就去放烟花 点盘龙泡好不好 好啊 嗯 以前我和九叔 也放报酬 但是我们没签满 都是等别人放完 我去挤那些没炸想的 没关系 今年 大哥给你买几百卦 你想放多少我放多少 怎么样 真的 真的 那我们赶快吃吧 赶紧去放 这些鸡腿都是给你的 好 好 漂亮吗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大哥 这么热闹的场面 干娘真的不来看看啊 娘素兰不喜欢热闹 除夕夜娘 和服放鞭炮 她也是不参加的 不去 你今年跟我一起点那个盘龙泡 好不好 哦 我胆子小 大哥点就行了 你是怕盘龙泡点不完断掉 被人说不及力吧 鬼进人的丫头 行 大哥去点 来 豹竹银银破晦气 天又莫福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好漂亮啊 不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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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小了 一坑五就两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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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功吧 一副感受你的流向 你竟然能做到太多阳光 对不起了 我求你吃糖 你不要生我气了 来 走 我们回家 像风一样 你靠近你 另一颗大哥 你是没见过他 你要是见过他 肯定也要拽他两把招 什么人啊 明明有两个样子 就不肯分给我另一颗 你的轻薄的样子 脑袋也不同灵光 另一颗大哥 你跟他相比啊 你比他好一万倍 我又那么讨厌了 怎么了不去 烟花都放完了 好漂亮啊 待会龙台上会有送财神 我带你上去啊 真好看 这么够 我上不去啊 我带你上去啊 府中下人们最喜欢这个烟花了 娘刚刚也吩咐了 今年由你来发这份赏钱 这次你别相逗啊 赏钱 对啊 别害怕 走 大哥大哥 你该不会 你下方 扔在这上面吧 你不用害怕 我 我告诉你啊 你点完这个影线之后呢 箱子底部的烟花会爆开 满箱的金钱会洒落 这是你第一次 以莫府小姐的身份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还有啊 点完之后 你乖乖地站在这里 不要动 不要害怕 收完礼之后 我会上来接你的 这可是你在众人面前摆位仪的时候 知道吗 许许道过 弟兄 好 好 好 想不到可以一箭双丢 等会烟花一爆 螃蟹散落 暗期射杀化不气的时候 必定会引起骚乱 我就可以趁乱杀了沐如飞 快来领赏钱吧 好 好 好 小人大功 小姐 大了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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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准备好了 快点 工准备好了 工准备好了 快点啊 快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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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本小姐赏赐给你们的啊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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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春 快去请大夫 诺 莫伯 甲派一件人去保护我娘 好的 少爷 接生 带一件人去巡视府邸 快 诺 跟我来 快 小姐 大夫很快就来 小姐 小姐 少爷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小姐外性没有伤到骨头 只是身上有多处外伤 又活血的药酒推散 再服两剂药便没事了 请少爷放心 没事就好 你好深照顾小姐 诺 小姐 小姐 还不快给我出来 少爷 你是何人 那便是厨房的亲儿 厨房的 你跟到这里来干什么 奴婢刚刚看到小姐摔下来 就赶紧抱住小姐 我担心小姐 就跟了过来 区区一个厨房的丫头 竟然有这等角色 这等胆色 我看啊 你是混进莫府的间隙 我们都还反锁 gerek 计划 你赶紧 我们包到这些拌子 这四拱 exhausted 你 那些担心不住 娘 不期生得怎么样 不期没事 你不用担心 早点回去休息吧 天气这么冷 别着凉了 伤成这样 我怎么能睡得着啊 我去看看他吧 穆伯 少爷 府中的情况怎么样了 后门那两个 看守护卫北上 他们或许是从后门接来的 我已经派人家穷戒备 不过 他们身上并没有明显的标记 所以很难查出 他们的真实身份 你看 这件事情要不要保关啊 若是有心之人做的 明天不期受伤的消息 就会传出去 王爷就会借入警儿 还是早点把人交给官府 让他们也去查一查